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了这个自定义空间 我们上一课自定义空间的实现方式是通过继承will或者willgroup实现的绘制 那我们这一课讲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继承和封装系统空间和自定义空间的属性 我们达到属性的不同插描文件的动态配置 那说到这个系统空间,大家系统空间应该都知道 就比如说littlewill,button,editex,crewbar,等成这类的 那我们这一课我们就来实现一下继承系统空间和通过配置来达到自定义属性的一个动态设置 我们看这种方式,请这一课我们来实现一下这个功能 好,自定义属性,自定义属性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在这个IS底下,Values底下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定义的stable标签,声明这个我们要设置的属性名称和formit格式 来在产品文件去直接进行自定空间达到属性的不同配置 为什么用这种实现方式,这种实现的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实现方式,就比如说etute1和etute2,两个etute公用同一个大空间littleout 但是这个littleout,它样式和它的格式,它的风格颜色什么都一样 这个时候,但是它的文字和它的自己大小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是不是每一个产品到底不决 那好,那我们这一刻来讲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以用同一个空间,把我们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属性抽出来 自己配置,其他的我们都复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实现方式通过代码如何去完成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自定空间的资源底下 Values底下创建一个什么呢 创建一个资源吧,Value吧 这Value叫什么呢 atute1 好,叫atute1 atute1底下是有一个什么呢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讲的叫stable吧 这时候我就比如说我这一个叫一个customer 我这也要重新定义一个吧 叫button button 我写出了 好,这叫button吧 button 然后我这里再定义一个叫atute1 atute1 我这个时候叫test吧 test 我这个格式是什么呢 格式是stream吧 是不是 好 我们再看一个属性 再看属性 这时候我叫 比如说test color吧 就颜色 color 这是我看color的格式是什么呢 是不是color 好了,好 好了 定义完成了吧 一个是显示的文字 一个显示颜色 这是就是我给大家讲的自定义 自定义属性的实现方式 好,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这自定空间 通过继承系统空间如何去实现 好,就比如说叫customer button 把它继承的是什么呢 继承系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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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实现构造 构造吧 是不是 好 实现完构造之后 这里 我是不是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去获取这个atute1 这个atute1里面的这个step标签 如何去获取的 这里给大家讲就是通过getResult getResult是不是统一获取次几种资源呀 好 叫这个构建atributes吧 然后我们呢 这前面这一部分是不是两个参入 一个参入是atrits atritset 后面是我们的资源rd吧 好 前面atrits是不是上面这个set这个资源呀 好 我们把这一块引用一下 紧接着这一块怎么获取呢 获取是不是step stilable stilable 哪个呢 是不是我这一块叫的是什么呢 叫的是button吧 custom button 是不是啊 然后我这一块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得到的是一个type array 类型的数组 应该叫类型数组吧 因为这时候我获取的资源它是有多个的第一部分我们这一块得到的事实呢 是叫test吧 test test 我这里是还是用h 呃 type array或去get stream吧 get stream 叫r还是r stilable 什么呢 test button test吧 大家观察一下这个id有什么特征呢 我这里id是怎么定义的呢 id是test吧 但是这里获取为什么叫custom button下滑线 test它了 这是因为你这个stilable 他也是stilable 他也是stilable 所以这里是区分的 但是对于我这个class乍文件来说 它这里面是不区分的 我是统一注册在一个文件当中的 我们这里应用是不是前面就是它的副标签 你不懂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复制到这 后面紧接着下滑线就是你这个真正的标签 好这是标签 紧接着还有一个颜色吧颜色颜色我们看一下这个tree get color get color 叫r的stilable 什么呢 custom custom 好 有个默认值默认就是十六斤之吧 比如说这叫白色吧 黑色吧 123456 好黑色黑色完成 紧接着是不是直接set 为什么直接可以直接set 因为它是继承button 所以说这个上下文件不用打直接可以给set test test 是不是直接直接可以设置上还有一个set test caller吧caller就是我们这一块的caller 好 这是设置完成设置完成之后这是自定空间的封装 已经封装好了吧封装好了吧 这时候我封装好了之后我们 这时候是不是要给引用了 引用的话 这是 可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属性动态配置啊 这就是我们不同界面的属性差异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主部局 主部局引用怎么引用呢 这是button 包裹 包裹 好 我刚才定义那个叫什么 属性叫什么文字吧 是不是 testtest testcaller 好 你在这直接打test他就出来了 好 大家观察我写到这之后 这里是不是出现一行多一行代码呀 大家注意到了 好 我把它 呃 注释了 我删了重新写 大家看这时候是没有的吧 好 这时候 我 再写一下 看到了吧 button 一保存 就比如说我这写个文字吧 是不是他 好 出来了吧 这时候又出来了吧 大家观察的结构和设备内行是不是很相似啊 不同点在那 这个是tools工具 这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app app底下后面都一样 只是后面的apk resource auto 自定义空间自动所有属性的意思 好 下面就是test test就是我们不同的 这里就比如说 我来自m from custom button button1吧 好 还有一个我们叫什么text caller吧 text caller caller是什么 比如说这时候我设置一个叫at c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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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滑线 下滑线 不叫read 没有啊 没有的话 我叫glow glow应该有吧 好 都有颜色 我们就随便定一个吧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叫 还是叫bata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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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吧 text caller text caller 这时候我就比如说 那时候 caller我叫 黑色 黑色吧 黑色我可以直接定义吧 caller black black 他还没有 没有的话 我直接是不是可以自己直接定义啊 定义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时候我在这里建一个color 颜色的颜色的color 颜色的color 我再给大家一用一下 引用一下我们这一块如何去完成呢 这个这个引用目前还没办法引用 叫caller吧 black 这时候出来了吧 安卓caller 底下才是我们真的选要的 好 我看一下有没有 read 我这一块定义叫black 好我把这块叫black 引用出来 还有一个叫文字吧 文字就比如说 i'mo custom custom什么呢 custom button button to吧 好 这时候我一个黑色一个是这个系统这个颜色 好 这个时候我把它 我起个id吧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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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的一个作用和意义 和必要性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讲这一点 后期就是在讲项目 马上讲项目开发的时候 这一块引用的非常多 所以说到时候给大家讲的时候 大家就一下就明白啥意思 我就不需要给大家再细细 细细讲这 现在给大家讲这个 大家一定要多去练几个 你就一下就熟悉了 好 这是我就给大家讲的这个 完成了吧 完成了 这时候我们来运行一下 来看一下 没想到我们的模拟器上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 好 这时候正在编译 稍等一下 正在编译 好 我们回头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继承的 它实现构造 在这一块直接引用我们的 自定属性吧 属性引用了好之后 直接set 表示自定空间 就写完了 好 然后 插秒 我们打开看 是不是 一个是8x1 一个8x2吧 这个颜色啊 稍微有点怪怪的啊 再给大家区分的比较明确一下吧 叫安卓吧 安卓这个叫 Color Color 这个时候叫 来一个亮一点颜色吧 红亮的 好 这个时候 再给大家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这时候 是不是大概已经出来了 只是我这个风格 再给大家稍微变一下 是不是 I am from custom button e 吧 这个 button a 吧 是不是 好 这时候就比如说 这种风格的东西 我里面再给 set 一个 onclick吧 onclick onclick 叫 to see 点 他 刷下文吧 然后这一块是 test test 图丝 点 15 好 点 15 好 这里图丝给大家 点出来了 好 我再给大家运行 看一下 这是我获取的 是不是 两个不同的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就代表是 你在 我这现在是 在一个 it 布局 你 真正你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定义到不同的布局里面都可以 好 运行好了 点一下 看一下啊 in from 1 吧 in from 2 是不是 事先了 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不同布局都可以这样引用 把这些属性你都可以略过 然后只需要关注这一块 重点是这个自定空间 我不需要去一个 一直一直去复制一大堆东西吧 给大家讲的主要是 我们供应的东西就直接在这边去 一步set 你用一下 它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一课讲的主要自定空间的实现方式和内容 好 我们下一课来给大家讲的主要是什么 下给大家讲的就是说 空间和界面如何去通信 如何去通信 好 我们 activity如何去通信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课给大家继续讲的自定空间3 好 谢谢大家